Hello 大家好 來到幾分鐘DSE中文急救爆 今天就會貼題 又是貼什麼題呢? 2024年的DSE題目 其中我會貼的就是論人這一部份 因為是沒有出過的 今天只說論人 如果你要長看論人的話 就去找這個連結 如果你覺得已經學了論人 不如我就學了這個論孝論君子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這篇文章都會在語譯的部分會問到 如果你要看論孝論君子的 就可以去這個連結 另外論人論孝論君子 可能會跟語語紅掌跨篇 不過跨篇是比較少的 如果你是比較保險的學生 去到語語紅掌那篇 然後我還有一個跨篇 如主紅掌和論人論孝論君子的跨篇 你也可以去到之前的集數看 好了 我先講第二條的條目 孔子說什麼呢? 就是每個人都想得到富貴 但是得到富貴的方法 必定要用正當的方法得到 君子會這樣做 但是小人不會這樣做 反過來 小人可能用盡不同的不擇手段的方法 去得到富貴 反過來一樣 貧窮大家都不想要的 如果你是用不正確的方法去除貧窮 那是不應該的 所以如果是用不正當的方法 得到富貴 或者去除貧窮 君子都寧願繼續貧窮 和得不到富貴 小人相反 繼續講就是君子不會拋棄人德 因為拋棄人德之後 就成就不了自己的明星 自己的明星就壞了 很多時候 你們可能會覺得 君子不是應該不理其他人 怎麼想自己的嗎? 但是要知道 我們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 一個人做錯小小事 就像一堆竹裡面的老鼠屎 都會發到很大的 然後怎樣? 每個人都會拋棄他 不相信他 但是君子如果他的明星在的時候 就當成了一個榜樣 給大家跟著他做 他說的話 大家都會響應 所以一個明星對一個君子來說 是十分重要的 重要到什麼呢? 就是君子在一頓飯之間 顛沛流離之間 都不會放棄人德 現在有手機的年代 以前沒有 但是我們看得很長遠 去到今天有手機的年代 你吃一頓飯 你平時做得多好也好 你吃一頓飯 然後被人看到你有浪費食物的時候 都可能會被人上網 就會告訴公眾 其實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可能也會有一群人不相信他 所以君子是很累的 但是做得君子的就不怕累 然後我們反過來看第一條 就是說 沒有人德的人 我們也可以當他小人 就是 不可以長期處於一個逆境 亦不可以長期處於一個順境 為什麼呢? 逆境的時候 他會怎樣? 他會不擇手段去除逆境得到富貴 剛才第二條說了 所以他在逆境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很慘 其他人看不起我 就有很多這些負面的想法 可能會做一些偷騙拐騙的行為 到他得到富貴的時候 為什麼富貴 順境的時候 都會覺得不安樂呢? 為什麼? 因為可能他的富貴 是不擇手段得回來的 不正確的方法得回來的 所以怎樣? 可能會被人知道 他是貪官來的 可能會被人搶他 因為他自己用一個 不好的心念去想別人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別人都是不好的心念 對付他 然後搶他的錢 搶他老婆 之類之類 所以後面會說 小人長漆漆 就是因為他會經常擔驚受怕 有人德的人 比如君子 一定是有人德的人 他會安於 將心安在行人德之上 因為他知道 行人德的時候 無論處於逆境和順境 他都是很心安的 而有人德的人 他們處於逆境的時候 都會安於逆境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這個是上天秘外的考驗 又或者根本上 我都不需要物質上的享受 只要我心裡有附足的時候 物質上的東西 其實不是一個阻礙我 去修行或者做君子的阻礙 如果當君子行人的時候 去到這個順境的時候 他也不會驕傲 也不會怕別人搶他的錢 因為可能一個君子 他有錢的時候 他也會和大家分享 拿錢做自己理想的事情 可能是為朝廷 所以他們是不會在這個順境的時候 害怕的 所以就是怎樣 君子坦蕩蕩 到後面有說過 君子坦蕩蕩就是這個原因 他就說有智慧的人 因為知道行人得 他有這個利益 所以他們會行人得 那什麼叫有智慧的人 不是灑小聰明的人 如果一個灑小聰明的人 或者算著利益的人 他們不是一個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是一個已經是超越利益的東西 所以有智慧的人 是說一個有大智慧的人 他知道行人得對自己 是一個心可以很安樂 心可以很腐足 把那些逆境和順境都拋出外面 就好像我貼過一條題目 就是這個惡羊留己 就是不以默起 不以己卑那一種 不會受外境的影響 去影響自己最內心的順潔良心 然後到第三條 第三條可能大家會比較難明白的一條 硬於問孔子什麼叫人得 孔子就答他黑己福禮 什麼叫黑己福禮 可能大家對這四個字最陌生的 就是黑己 就是剋制自己的慾望 什麼慾望 可能剛才那些小人想用不正當的方法 要得到富怪 要搶人老婆 這些不應該的慾望 就要剋制自己放縱的慾望 或者是非道德的慾望 然後要恢復禮 禮是什麼呢? 不是禮貌 你當是一種禮節 簡單來說 就是剋制自己的慾望 去符合當時的禮節 如果做到這一點 天下的人都會覺得你是一個人得的人 為什麼天下的人都會覺得你是一個人得的人? 因為你的明星 剛才第二條說了 但是怎樣去實踐這個人得? 全憑自己 不能夠靠其他人 小人經常都靠其他人 或者賴其他人 但是孔子會怎樣? 他會反省自己 後面有說 要反省自己 究竟自己是否根據人的這條道路走呢? 是很難要其他人實踐你的行人之道 很多事情都靠不到人 我相信這一點大家應該明白 剛才的黑記復禮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 所以硬遠繼續問 人得包括什麼條目 什麼叫條目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具體行為 很簡單 非禮物言 非禮物是非禮物聽 以及非禮物動 這些就是一個具體的做法 不是合乎禮節的事情 就不要做 硬遠就說 雖然我都不聰明 但我照著做 其實他想說什麼呢? 這裡就是 人得可能大家會覺得是一個 法治內心的一件事 但是是很抽象的 什麼叫做人得? 孔子是因才師教的 所以你會看到孔子 有時候說一件事很抽象的 有些弟子就馬上得到 但是有些弟子不是馬上得到 那就要用一些具體的做法 告訴他們 然後你跟著做就可以了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你跟著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你反而會知道內心 原來是這樣的 你不知人得是有什麼心態 你跟著做 其實你就是在人得的道路上走 雖然你還沒看不到人得是一個什麼心 但是你做那件事 起碼不是違反人得的規範 這是層次的問題 但是不妨礙行人得的 OK? 跟著就是說 有人得的人 就是那種捨生趣義 就好像語語紅掌的一篇 他會捨棄自己的生命去成全人得 不會為了苟且偷生而放棄人得 這一點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可能他會問你一個open question 就是你同不同意這一點 通常我都不同意這一點 因為就是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看看那件事是什麼 大是大非之下 可能就會犧牲自己生命 沒有理由在奸淫努力 放火燒屋的情況下 為了生存我做這個傷害別人生命的事 但是好像語語紅掌那樣 只不過是吃吧 只不過是罵著你 你沒有尊嚴吃了那一餐 可以救到自己生命的飯 那我就會吃了那一餐飯 因為生命有時候 是留得青山在 然後你可以吃完這餐飯 你的生命因此可以造福其他人 我又覺得這件事 不是一件羞恥的事 今天論人到這裏 我覺得論人也很大機會出 希望大家的考生不需要太害怕 總之你明白了考試的內容 然後再去看天書的問答問題 看天書的段落主子 中心思想 是會試半功倍的 千萬再說一次 不要背那些東西 而你的文章主體內容 是一知半解的 這件事是試半功半的 接下來也會再跟大家說一些提示 以及怎樣寫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 考試不是定生死的一件事 現在有很多出路 你可以先去Ivy或副學士 然後再慢慢去正規的大學 也行 行行出狀元 你出了去後 還要回來讀書 也行 所以不要讓自己疼死 這次考得很好 這次考得不好 這次考得不好 就可以重複 一年 現在人的生命150歲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生死的轉捏點 不是的 不是一個很大的難關 不是的 只是一個小小的轉捏點 所以在這裡勉勵一些學生 不要太大壓力 廢話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